我花斑斑 留在爱你 我爸也不相信我了 特意录这个视频 然后今天我开会的时候录 录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把张照点一下 直播间4400多人 马上5000人了 咱们把张照点一下 好吧 网上好 叔叔IK姐妹 网上好 是刊除了 是吧 唉 这 不行 我下来 我得去算一下 算一下 今年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事情呢 我感觉我每走的一条路都不怎么顺利 知道吧 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现在公司的每个股东都在反对 都不认课我 知道吧 他们说我飘了 不像以前了 因为我之前好好的搞过公司 现在我 去玩了半年时间 回来就 公司就 一对乱 然后呢 现在 就是这个 唐总那边 唐总那边他也不认可我了 现在 唐总是这样子的 他爸爸给我爸爸呢 是 是以前的老股东 然后呢 也是特别好的兄弟 也是 也是二三十年的合作伙伴了 然后呢 他老爸那边也把私企交给他处理 但他那边弄的都挺好的 就我 我的话 我确实飘了 知道吧 因为我确实 我这边出错了很多东西 当时我 去 去玩的时候 我就交给了我 下面的一些管理程序住的 但是他们没有弄好 很多 合作方式呢 就出错了问题 现在每个股东都把责任都给推在我身上 他们的理由就是 阿伟出去玩了半年 然后这 这都是我遗期的 都是我住的 他们都把责任推在我身上 我现在我这边 我也很难搞 我确实也去玩了半年 知道吧 然后我现在 没有办法交代 你看 你们也看到那个视频 确实我也叫小王去把那个什么 小肥给开除了 然后 那些都 被狗出来了 所以那个 谭总 他平时也是没有在这边的 他回来了 现在 来看这个事 处理这些事情 他对我 对我的态度也变了 以前我们都是好朋友 知道吧 因为 他爸爸跟我爸爸也是很好的兄弟 现在他对我的态度 变了 我感觉他也扎在城 走那边 然后很多事情都 都针对我的那种感觉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谢谢大家 有他妹妹就好不了是吧 那你们可以给儿子说让他妹妹先回去呗 回老家去呗 是吧 一直影响他工作的话 有泪鬼是吧 陈总是 就是泪鬼 他们是现在是这样子的 公司的这边 很多情况 我也不太了解 之后呢 我回来之后 他们把这些责任都给推在我身上 都是 都是说 因为我出去玩了半年 然后这半年的话 就是出现了这些事情 都是以我而起的 知道吧 把责任都给推在我身上 然后现在呢 就是唐总回来了 他们就在唐总那边说 说我的坏话 知道吧 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 但没有关系 毕竟是我的错嘛 对吧 我确实 去玩了半年 然后公司搞成这个样子 但是他们也 不不应该就把所有 责任都推在我身上吧 对不对 我确实去玩了半年 但是我走的时候 我也交集好的 而且我 在 玩的过程呢 我也随时都跟他们偷话 让他们好好的去处理 对吧 确实那时候 我也就是 因为给的有点远嘛 然后我也 时不时也回不来 然后我爸那边 有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也没有接 我爸也生气了 知道吧 所以我就见了 一次我爸爸 我都没有 没有敢去见他回来 回来之后 一直想 悄悄的去把公司的那些事情 处理好 结果那也处理不好 现在 陈总跟我呢 也吵了一架 那天 然后他现在他这边就是 明显的针对我知道吧 所以我那天我特意把那个他那个他安排的那个管理车给开除了 确实不是我爸的话我什么都不是 但是他们都看在眼里的他们故意怼我知道吧 其实这个呃公司呢已经各个方面也是我爸给我提供的这些这些资源 知道吧 但是现在我爸他不去管这些了然后交给我去住了 那么我觉得 我相信自己应该能搞起来的 但是 现在 看这个情况确实很难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都 觉得 我不靠谱了 知道吧 让我爸出面是吧 让我爸出面 他现在 我也低不下这个头 他也不愿意出面 知道吧 那天我 大概的跟他讲过一次 他说 我是不是不想住了 不想住的话 让我鬼当 我爸以前对我很好的他现在对我的态度都变了 我对自己也很失望的真的 来直播一下4800多个人马上5000个人咱们把账账点下好不好 账账点下好不好家人们 没有加入粉丝团的给我加入个粉丝团啊 不管怎么样 我会努力加油 好吧 直播间有黑匪给我有带节奏的啊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大家 了解了解我之后再去说什么 知道吧 就不要乱在这带节奏 你们认识我吗 你们了解我吗 对不对 所以不了解的情况下不要乱去带节奏 知道吧 感谢加入粉丝团谢谢 我从哪里低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就这么简单知道吗 来给我打一包正能量 直播间5000多个人 给我打一包正能量好吧 我都说了 我都说了阿子那边 我把我事情重置好了 我会去找他呢 对吧 我现在如果现在这样子去找他的话 第一我公司直接倒闭了 知道吧 倒闭不说吗 我直接被我爸给踢走了 就直接不要我这个儿子了 包括任何一个股东 现在事情已经处理不好了 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处理好的 知道吧 不管怎么样 我只有全力以赴的去面对 每一件事情 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真的撑不住的话 我就只有放弃了 如果我公司做不起来的话呢 我还是处理不好 我还是要的去找阿子 带阿子去那个什么深圳广州 打螺丝去了 都学习是吧 都学习来不及了 太晚了 因为 现在已经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了 不是在学习的时候了 来不及了 我尽量重理嘛 尽量重理看能不能重理好 好吧 重理不好就没有办法了 我看 其实他们 他们每个骨头都是 都是感觉都是在 在把我抛开那种 就相当于就是说 就不要 就不要我 也可以了 就没你的事了 你可以 去玩你的了 昨天 他走就说了 一句是不是 你不是想玩你就去玩吗 包括我爸也是这么说的 直报家八千七百多个人马上一万个人了咱们把脏脏点下好吧 没有关注安慰的给安慰点个关注 相信我支持我 为我加油的给我扣个一好吧 来我看看公平上有多少是帅也是支持我的 希望我好起来了 好吧 直报家八千 八百多个人马上九千个人咱们 公平上扣个一好不好 为我加油支持我的扣个一希望我好起来的好吧 赶紧加入粉丝团谢谢 到现在目前我真的我没有怪任何一个人 都是我自己选择走的路 我没有怪任何一个人 我没有怪什么 我没有怪阿子说我 因为去找你玩 然后我失业也怎么了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 也没有怪公司的每一个股东 说 我去玩了 你们就这样子搞我 我没有说这些话 因为我觉得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都是我忍出来的事 所以我没有怪任何人 我怪我自己 我很讨厌自己现在 我很讨厌我现在自己这个样子 真的 很让大家失望 包括也让我的粉丝们失望 让你们觉得阿伟 没有用 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好吧 家伙们 没有关注我的 给我点个关注 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只要你们 永远为我加油 我相信自己 总有一天我会 站起来的 来 来 咱们打一包 这个人家好吧 家伙们 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 打一包这个人家好吧 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 我想 我来 我开直播前 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我想就是好好的 开个直播 给大家聊一下天 说出我个人心里话 也给大家讲一下 就这两天遇到的事情 但说着说着我就 我就来气 知道吧 我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期许 感谢点赞 谢谢 你们说我 接下来该怎么办 现在他们的意思 不给我这个机会了呗 是吧 感谢说的 孟基罗谢谢 不给我这个机会了 就让我 让我 就这么 走下坡路了呗 我想 给我一点机会 让我好好去 做好每一件事情 但是意思 不给我这个机会了的意思 谢谢 点赞 谢谢 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和陪伴 感谢你们的点赞 感谢你们的关注 谢谢 加油 我会加油的 以前他们都对我很好呢 真的 我爸还有陈树 还有王树 他们都对我很好呢 他们都是 跟我爸都是 同事 都是合作 合伴 知道吧 现在他们 他们对我的看法 都真的变了 包括现在我们这一配的 就是我们这股东 他们以前 真的是对我很好很好 现在 这半年不见一回来就变了个人一样 每个人对我的态度 都变了 包括我爸爸对我的态度都变了 说实话 再加上我爸也不相信我了 忘了 看到老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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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伟哥 不要这样好不好 小王这样 你这样小王过意不去 一气不好的都会好奇 我知道小王 我没有怪任何人 没事 相信这个事情 很快就会继续 我丢人现眼的 这是你 我没想到 事情会发生这个样子 真的没想到 我真的没想到 家人们 对不起 我让任何人 失望了 我让任何人 包括直播间 输刷一枚 我让大家失望了 我对不起大家 我从来没有怪过任何一个人 我只怪我自己 我只怪我自己什么 没有用 我让阿子阿姨他们失望了 我让我爸爸妈妈失望了 我让我每个孤独失望了 任何一个人都看不起我 现在 真的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大家 我太让大家失望了 我先让大家失望了 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不理解我 不理解我真的 不理解我 每个公司呢 每个股东都不理解我 我爸也不理解我 阿姨阿姨也不会理解我的 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怪任何一个人 我只怪我自己 做的不够好 对吧 我从来不会怪任何一个人 自己做的不好就不好嘛 对吧 能从头再来就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不了就 当不了就 我没有想不通 没有想不通 只是 我很对不起大家 让大家失望了 包括直播间 叔叔阿姨妹 我很对不起大家 有时候大家在 我的 抖衣群里面 粉丝群里面 说我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大家 因为我做的不够好嘛 我爸爸是汉族 我妈妈是姨族 但是 他们两个关系特别好 感情特别好 知道吧 我也给大家说过 所以我 阿姨是个姨族姑娘 我没有排斥过她 因为我妈妈也是姨族 我也一般是姨族一样的 知道吧 包括姨族 姨族话 现在很多 我都说得来 我都会说对 但是呢 我妈一直 教我说姨族话 所以我 会说乙性话 但是 我爸 就会那么 那么几句吧 就比如说 吃饭了没有啊 会叫没有 就只会说几句话 但我的话 会的多一点 因为我妈从小就 喜欢叫我说姨族话 我觉得都是一家人 不管姨族 汉族 战族 对吧 都是一家人 所以我 我也很喜欢姨族 知道吧 所以我 我觉得我跟阿姨 我没有 就是觉得她是姨族女孩 或者怎么样 或者她是楼村 你还没有 没有想过这些 我觉得两个人 真的在一起 这些都不重要的 何点来 就开了 知道吧 感谢点赞 谢谢 来支持阿伟的 为我加油的 希望我好起来的 咱们高频上扣个音 好吧 我看看有多少 叔叔阿姨 哥哥吉是珍惜支持阿伟的 来 给我扣个音 来 来支持阿伟 给他扣一 公平扣一 对 希望我好起来的 给我扣个音 好吧 不好意思 真的 我刚才一个大男人的在这里哭 真的 我很丢脸的 但是我没有忍住 知道吧 没有忍住 真的 我真的 每次直播 我想把我个人的心态调整好 只想把好的一面 分享给大家 不想把不好的期许带到给大家 真的 但是没有忍住 刚才真的没有忍住 对不起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能够理解阿伟 没有关注阿伟的 给阿伟点个免费的关注 好吧 家人们 我会加油的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好吧 对 我会加油的 谢谢大家 从头再来 家人们 从头再来 这句话说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的 做起来很难的 真的 都上再起 我知道 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的 没有那么简单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可能我这次如果 如果一入所有了的话 我可能就没有从头再来的有气了 知道吗 真的 因为我长 我长得这么高 然后一下掉下去 然后让我从头再来 我真的没有耐心了 没有耐心了 如果真的从头再来了 我们的话 我可能就放弃自己了 没有真的没有 没有耐心了 因为我这个人 我很发不下这个面子的 我很爱面子的一个人 所以真的可能站到这么高 掉下去的话 我不可能从头再来 我肯定就放弃自己了 我没有从头再来的有气了 知道吧 其实我刚才哭的原因呢 就是觉得自己很很委屈的 没有委屈什么 就是心里面 就每公司的每个赌都都针对我 都合着来干我 我就心里面很很很很很委屈 很难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